原,天以不見為原 地以不逆為原 人以心腹為原 人,要順應天意 還是要逆天改命 原原學會 為你解開原機 大家好,又回到原學會 這一集仍然有我們的 小師妹,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 今天下雨,打算一下 今天非常重要 因為今天已經是今年的 第二個天社日 天社日,妹妹記不記得是用來做什麼 主要求天社面你的罪行 對,天社日其實一年 就不是那麼多日 六日,五至八日 五至八日 一個多兩個月一次,每一次 我們會叫朋友 我們這些信使 去抄寫一些經書 因為這些經文 亦可以化去三世的業力 亦在天社日的時候 燒就更加好 今天就有些雨 下雨的時候,看看燒不燒到 如果燒到就更加好 其實很多人都問 一直以來 拜神拜佛 為什麼運氣都差不多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你曾經有沒有思考過這件事? 曾經有沒有思考過這件事? 曾經有沒有思考過這件事? 也有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很討論你的恩緣際遇 我覺得到這一刻 周師傅指點過 原來有一個神靈可以信奉 從那一刻開始 我通常都會覺得 那一刻叮一聲 你開始有一個佛陀在心裏 那些事情就會慢慢好 但不能急 沒錯沒錯 因為你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恩緣際遇 始終人有很多事情發生 例如說我過去幾十年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但今年突然被人告 駕駛又撞 9萬多件事 有個親戚又離開了 這些 其實可以是今世以前 一直積落的因 不過現在的時間到了 所以就要困住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原則上 如果你是由現在開始 一心向善 即是釋法了一個慈悲心 你認為我現在所有做的事 都不介意去彌補以往的過錯 其實會慢慢好 因為你慢慢清醒一些 舊的因 而且你的心念很重要 沒錯 最重要是你的心 相比之下 如果一個人不知道 用這個方法 譬如說 所謂的方法就是 可能你看到前面有個人 好像暈了 你突然有個心 會想看看他有沒有事 他死不死 可以幫他叫白車 原來這個慈悲心 你釋放了 原則上是會令你 之後的路走得更順 因為菩薩有感 天上的菩薩 知道原來你開始 做一個大慈大悲的人 你就會慢慢 可以洗走過去不好的事 所以我們經常就叫人 你供燈 你要抄經 上香 表面上是一個儀式 但是背後 或者幕後 我們也為 我們的信士做很多事 例如說我們會去派飯 會去探望老人家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就不在香港 又或者他因為做事的關係 他真的出不來 還有現在有疫情 就不可以一大群人出去做義工 所以其實背後的意義 就很深遠 看他的看法 所以如果在天石 又或者是佛丹 例如剛剛放假 就是這個母親節 和佛丹 對 佛丹 佛丹那天有沒有吃 吃素 有啊 就是餘素 叫家人 一起吃 他肯就最好 都有一些 很好的 他們一提就會 他們都會說 是嗎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善行 會慢慢好些 但其實每一集 我們就講很多語言 有些朋友就說 有時候都聽到有點悶 尤其是我們台長就說 真的有這麼多語言去說嗎 真的好像有 真的好像有 但是有周師傅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我們上個星期都有車公廟的簽文 對 有些人就嫌 我們經常翻炒 我們講一些新的東西 U&Me We Connect We & Us We & Us 這個就是大家 要知道 其實這個背後不是這麼簡單 當然 我們是不是聯繫了 我們和我們 我和我們 新的部份 我和我們 其實 這裡的文法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玄機 很述奇 其實可以很簡單交代到 但我覺得他有重視一些主體 可能是 為何 我們其實交代了我們 但也要 我 其實 我想跟大家說 不要太執著他的文章 當然 一定有意思 所有東西都一定有意思 他有他的含意在裡面 現在原則上的風向 是他講話了聽 或者 一個我們 可能就不夠搶 他現在有一個聲音 大家會思考 社會是這樣 是有不同的異曲 我覺得是有些作用在這裡 寫一寫 大家不要亂去挑戰別人 絕對不挑戰 就像印度神童一樣 這兩個禮拜 瘋狂被人圍剿 我們稍後也會說一說 第二點就是 印度花生 那裡是印度花生 就是現在大公文匯報道 就說他得到1416張支持票 這裡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1416的數目 有沒有問題 師傅有沒有問題 這個文章之數 我的天啊 我猜到有原機 1416是一個什麼的數目 師傅 但你說的時候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更深重一點 因為我們這集都是公海 有什麼事 音要怎樣 或者是謹慎一點 客觀分析 其實他這裡說 正改非優先 適時推動23條 大家要思考清楚一點 他現在的任務 不是說 會不會讓你快點上樓 或者一些樓價 快點改變 是未必的 可能他有更大的任務 所以就是我的看法 是很乖巧 你覺得呢 Be a good student Botus group by bus 所以這次這個 沒有什麼 沒有反駁 當然沒有 每集都說 我們說一些翻炒 這個你試試去挑戰 還有這個一定不會翻炒 因為他就是一定會當選 無論如何 什麼時候選舉都一定 沒錯 沒錯 所以就大家看路做人 看回一些過去的事情 OK 其實 除了現今的事情 我們要知道風向走哪 以前劉伯溫一早在悲民寫明 去到某一個年代 中國會經歷一個很大的風波 劉伯溫的金陵塔悲民 是 一早在 差不多一百年前 1918 超過一百年前 在南京發現了 他的全文語言 是二十世紀以後 中國發生的大事 劉伯溫是一個什麼人 是一個政治家 軍事專才 也都是古有諸葛亮 後有劉伯溫 他這個悲民 刻了上去寫了很多東西 但去到哪一部分 開始是講現代的 我們不妨看一看 他這裏 讓我看看 好像不是這頁 我看看是第二頁 很重要 他有沒有透視了一些 跟我們現在局勢有關的事情 就是師傅今天想交代的事情 因為香港今個星期 發生了非常多不同的事件 大家對於我們的政局 都非常緊張和關心 當然最切身的就是 關乎我們 普通小字民生就是一些上樓的話題 大的當然是在政局上 剛剛師傅有說到的 那些局勢、政策、政改等 其實大家都有心理預備 不過我猜大家都會很想知道更加多 究竟由特首到接下來經濟又有些什麼 這個有什麼原因 他這裏就說 這段白人那段 白人請威武 喔白人 港澳回歸這段 他就說過 愛而歸無邦 即是說過去 就曾經出現過這句 但第二頁呢 不知道是否天璣不可笑 我留在另一部記 忘記了發聲 可能真的不讓你說 可能真的不讓你說 他就說 有一個時候 就出現很多大的混亂 需要走到木的榴槤才會好 木的榴槤不是很久 對 今年就有木的榴槤 就是貴卯 走到卯年就會好 貴卯 任人的人木都是不到 沒錯 好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忍住今年 正式是好 明年才會好 哇 OK 好 但是如果你想想 上一個木的榴槤 記不記得是甚麼時候 上一個木 新卯 新卯 原來是新卯 是新卯 新卯的時候 是2011年 差不多11年前 是11年前 當時曾經有一個小低潮 在內地有一個很大的水災 所以如果今次這個疫情過了之後 又或者是這個 現在我們走的榴槤不好 因為香港的八字和今年任人 是有點卡住了 所以呢 如果你捱得到今年 明年才會好些 明年貴水貓 因為他那個悲聞就有說過 明年會有一個貴人 去幫到整個亞洲 那他在說這個特首 我不知道 在上任的時候 我看看他在說甚麼 現在那個問題 根據那個悲聞就說 父母死難埋葬 爹娘死兒孫江 萬物同租劫 松毅亦租殃 幸得大木兩條枝大廈 鳥飛羊走 反家邦 能逢木套方為首 木套 木套 木套就是走貌年 對 貌年就是木 沒錯 如果不知道十二地支的朋友 簡單來說 就記住2023 貴貌 就是走木 沒錯 剛才所說的 父母死難埋葬 其實在現在這個亂世之中 可能有些情況是疫情 大家都了解 之前看新聞大家都明白 即是說那個悲聞是曾經描述過現在我們發生的事 既然如果這段是正確的話 就走到木的樓年才會好 所以大家應該要忍耐多多久 很快 現在都五月多 現在都五月多 即是六七個月 但農曆 如果農曆計算 今個月才是農曆四月 沒錯 所以還有大半年的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今集想說這個 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上網查一下 金陵塔悲聞 他有說過 但我們剛才說過印度神童那件事 不妨開來看看 上一兩星期 我也想向你請教一下 為何突然好像全世界都要 其實好像有一間網媒 先說 是不是你很認識那間 是很認識的 是很認識的 我記得是類似說 他是一個宗教 類似是這樣的 總之就是 他說的話 好像是不是都很準 即是有些人質疑他 即是帶頭質疑他的可信性 那篇文章出了很多 其他的KOL都廣傳 就是這樣 在做媒體或報導的角度來說 其實這個現象是媒體捧出來的 即是那個現象 哪個捧到這麼高 就是媒體捧到這麼高 我自己有個陰謀論 因為現在實在沒有什麼新聞值得說 所以他就反過來炒 所以他就反過來炒 任何時候都沒有新聞說 只不過是怎樣落筆那一刻 但我看到很多網民的反應都很激動 怎麼搞的 眾信他講的東西 是不是瘋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有些一開始出來就說 有些人說他身世曝光 家裏是電子 這樣是曝光 其實他已經曝光了很久 很多傳聞 是真的 我記得有一篇特別多 這個KOL 我看到很努力地搜尋 不要緊 我先說到這裡 這裡就說印度神棟的爸爸 曾經花重金購買 他剛才講過為兒子增加曝光率 又出錢讓兒子接受媒體訪問 提升他的知名度 他就說他那麼出名 皆因父母用金錢對砌 哇 這裡說得好像他爸爸殺人放火 他爸爸是經理人 用錢來對砌是衰的 是一個強勁的市場 如果在香港來講 他父母花很多錢 把兒子去學琴 學爸爸也是衰的 如果這樣說法 看你的觀點與角度 這是其一 這是其一的所謂的罪狀 第二 這個是他一開始被人質疑的 就是這個GCPA大獎 這個GCPA 忘記了是甚麼prodigy academic 那類東西 就說 在印度一個民間的組織 並沒有國際認證 其實沾聲這些東西 你想怎樣認證 是否NASA美國 國際太空總署認證 是神棟還是怎樣 就是用錢可以購買所得 所以這個神棟獎是匕首之宜 說就這樣說 但其實你反過來想 如果他這麼小 可以背到這麼多 不同星本 不同牌本的東西 其實就有他 都是一種努力 好像我們迫小朋友 背這個舊音歌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已經找到了嗎 有啊 就是有些人會說 其實你跟信一個神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這麼說 覺得他可能沒甚麼邏輯的支撐 其實大家最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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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說他很厲害 是 總之有水 但可以不看 你網上的世界 就是這樣 傳出的東西 傳出的東西 就很真 那不見他說是誰 不見他說是李居明 李居明以前用很多錢去出書 做廣告 試過有些東西不准 這是李大師的紅厚實 其實說到尾就是 他住得遠 而且你這麼說不生氣 他很欺負 說完這個話 他全家騙子 可能下一張就是講曲折離奇 原來又不是 感人半寫背後 背後原因有洋蔥 就是這樣繞來繞去 有個地方很喜歡用那個東西 背後原來是動人故事 就是背後故事有洋蔥 你先說一下 你找到幾個 就是找到了嗎 不是 就是幾間都一起說 他是爸爸媽媽科金 打造這個形象 被人起底 全家都是騙子 很富貴的 但就去到處飛來飛去 富貴也不行 就是這樣 不是大家很典型 覺得他是印度 在村莊裏頭的一個 小朋友 但原來他有個神力 沒有人說過他這樣 神童這個名字 有這種味道 當然是有一回事 當然有些人就說 其實信他不如信神 好過他 但其實大家想回頭 他講的東西 就是他騙過大家 騙過你的貞操 還是騙過你的身家 還是什麼 因為他由頭到尾 就是大家要少點殺身 就是他宣傳 不停討厚在這個概念 我想他有一個訊息 是說地球為何會出了一些瘟疫的東西 其實都很經常 要愛護大自然 這些都是很多宗教都會說的東西 我想他又未至於自己成為一個教 但可能他是在宣揚這件事 其實很多宗教的看法都是 現在地球有病 你地球有病 那是不是人類搞出來的 人類搞出來 你怎可以減少 就是少點殺生 你怎可以令到平衡一些 在消費或者你飲食的習慣上 有沒有改善呢 其實都不是那麼壞 如果他在說這些話 但可能有些媒體 又太過拿過幾句做一個標題檔 令到大家都誇大了他 他神一樣的預知能力 有些Gossip東西出來了 但你當然知道 那些人是一層八層的 那他另一罪狀 然後就說那個 收費銀貴 收錢沒人算命 原來都是錯的 在這個顏色 他也收1600元 然後就經營這個尖聲生意 然後就收費 我想在香港這個 1600元的價錢 都是 都是不對 都是錯的 我想他們又想起 對比在印度的價碼 那就是 網民是否對這件事有些不滿 還是寫這篇文的人對他不滿 我覺得就沒什麼 他沒有拿把刀指著 就是要你找他占卜 你有興趣可以找 純粹是 那他唯一就是 有一點令人覺得很大的問號 就是這個獎 即是First Child Prodigy Awards 這個就當大家小朋友 可以為他玩 不用太大反 像星夢傳奇異 那開股時間 一看到這段影片之後 我就馬上WhatsApp 他說 這裡有人 你這麼直擊他 那大家有聯絡 是朋友來的 我說 我不敢貼他 即是認識 我說 很多媒體都在討論你 你怎樣 你最近覺得好嗎 你最近說好嗎 那他怎樣會認識 他說 It's okay 都習慣了 對 我還以為他說 面對一切 慢慢不抨擊我都習慣 類似 畢竟我都出來走過這麼多年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其實他最為人真真樂道 就是他起盤的方法 我們不妨再看看 他上次說的4月28日 先找一張圖 其實他唯一是 握手一點 就是他曾經說過 有一天窮印邊敷 那天很多人說 但那天晚上很多人都說 然後跌了千多點 是 對 他今次說4月28日 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金融市場上 4月28日沒有動 但4月29日才一支箭打上去 你上次有解構過 你說他有招式 試測 其實這個也不是很過份 只差一兩天 有些大師 但因為他搞笑 他講一個正確的時間 他講得太死 對 其實你不用去得太緊 可能4月最尾那幾天 20至29日 最尾那幾天 他講到28日 這些就很容易 我覺得他本著他相信這個日子 他很有信心 其實他始終也是小孩子 我覺得 是一個占星的 占星家 他對自己這個日子 要求 有信心 這樣說出來 他就是不怕被人 之後 他就是不怕後果 我覺得 這是勇氣可嘉的 唉 其實說到尾 第一檔是娛樂體 不用太認真 娛樂 不得不提 我去哪裏 這裡 這裡 這個 被我們的鄰近地區 就封了 因為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機遇 看到這一段 不妨留意一下這些訊息 因為 我沒有能力再去追 因為他不再公開 就是每一次在內地 火箭 升空的時間 其實對於地球上 或者我們東南亞 亞洲的金融體系 是會有些影響的 是不是內地發射火箭 才有影響 美國那些沒有影響 沒錯 俄羅斯呢 不行 一定要是中國 那些影響不是直接的 不是保證100% 但是不知道為何神推鬼翁 是會帶動到少許東西 即是不一定是升的 總之是有一個科幅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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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多數都是偏高 不要那麼大聲 稍後 你知道這些東西很敏感 有些情況 我只是猜測 我只是猜測 就是要說這句 我們只是猜測 好 好 發生了什麼問題 就是內地的網站 因為它對太空科技很著迷 航天 對 航天科技 它就不停更新 下一次升降 什麼時候呢 更新了幾年 有一天我上網的時候 發現它不再更新 OK 下面有一句話 因為基於Cliccola的原因 本人決定不再更新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原因 電腦壞了 一定有原因 所以很難再去找這個日子 但如果找到的話 我不可以說 你一定會找到錢 或者什麼 但對於你的 怎麼說呢 參考指標 投資上的方向 有些啟發 參考指標 這個就是5月10日 也是今天 原來是凌晨時分 北京時間 天週四日就上升了 有些人就說 昨晚美國跌到七彩 為什麼會升 其實它是先下降 然後才抽上去 明白嗎 明白 所以你要懂得打反彈 就是要 如果你看到這個報道 你要預備 有這個因素 嘩 它的下降也很凶狠 其實如果你星期五晚 不是 你上個星期 你駕駛貨 其實都痛苦 但這裡有個位置 讓你去追 它是路插 這個位置你懂得打反彈 但不用怎樣死 好 我們第二段會說些什麼 最近很多人在財務上 有些迷思 我想大家都有這個想法 待會有一些 我們說是心理測驗 看看大家最近的財運 是一個什麼情況 其中一個有一個師傅 最拿手 說銀包 師傅分析銀包 銀紙 說了很多精闢的 你喜不喜歡包包 我還好 是嗎 之前林鄭派有很多包包 你有收到嗎 哦 好像有 每家每會有一個 你有嗎 我有 抱著她睡覺 很感動 簡直有快速包 所以這些是一些 恩賜 其實我自己相信 每個人的精神層面 都需要一些恩賜 所以我們稍後會播一段影片 關於我們每次 上香供佛 拜神的時候 你有事想求 究竟整個儀式是怎樣的呢 或者整個步驟 整個意在於什麼呢 稍後我們會看看 如果後來不適合預備 好 稍後見 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裡 就知道我們即將點佛燈 其實佛燈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簡單來說 佛燈就是可以將佛祖 佛壇和整個地方燃亮起來 將所有光亮光線都可以照向佛祖 反過來來說 對於一個佛教徒或者一個信使 當你點佛燈之後 神佛之道 菩薩有感 就會用它的方法 去燃亮我們心中的一個自聖燈 令到我們的路途 我們的運勢 我們人生的道路 可以走得更加之順利 好了 稍後我們就去看看 怎樣去點這個佛燈 我爺波羅蜜多士朝劍 我們不穩加空窮 一起放得射利 知識不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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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這裡每一個佛燈 當它點亮之後 就會用一個縱盤 配合一個經文 去換醒我們心中的自聖燈 佛菩薩 佛祖 天上的神佛 都知道 就會令到我們走一條更加容易的道路 好了 所以我們每次點亮整個地方的佛燈 其實都頗考時間 對 那麼多燈 對 所以就很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一下 還有我們每次都將 我們收取的費用 將好一部分 就去買一些飯盒送給一些無家者 背後的意義在這裡 希望讓佛菩薩知道 其實大家一直都有釋放的慈悲心在這裡 預備到第二部分 阿妹我們待會 去完第二部分 回來是有一個財經節目 是啊 那這個財經節目是說什麼的? 那這個財經節目 你就說 即將我們會揭曉 本週的財經局勢分析 是一個預測 或者是一個小小的看法 是的 即將會在這個 稍微叫第三節 對 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你第二節會不會都講一點 不會講一點 還有我們會講一下 沒有講太多 因為有一晚 那隻水箭龜就中了 其實我本身就不喜歡賭馬 不過身邊有些朋友就說 不如試一下看看 所以我接下來這星期三的賽馬日 都有幾個心水 純粹玩而已 大家千萬不要這麼認真 你買20-30元就好了 我自己可能買50元 周師傅買50元大家就自己看 賭馬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 絕對 其實是很容易輸的 我們有個朋友在這裡工作 常常都會買 有一次好像500多元贏了3000多 然後一星期就輸了 正常啊 每個星期都賭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鋪印 所以大家就自己看得到做人 那我們第二節見 對 稍後見 稍後見 歡迎收看付款教學 今次教大家用PayMe方法付款 請留意以下步驟 首先選擇購買類型 再按付款方式 選擇PayMe 然後按進入付款頁面 就會見到一個二維碼 再按二維碼 就會自動跳去PayMe App 再輸入你剛才已選擇購買類型的金額 在信息位置打入你的名稱 UID Number 和電話號碼 再按付款 就完成交易程序 開通服務需要兩個工作天 如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1點至6點 致電3703-3726查詢 周發元 BC 《財金尖聲法》 大家好 又來到《財金尖聲法》 我們這段時間 似乎 好像受到啟發 似乎你的預測都比較好 很貼近我們現在的時勢 對 我們就在3月15日開始 師傅你記得嗎 是 這個印度神童日 他也說那天是會轉世 我們在夜晚的Live Show 我們用電話 我們跟他們說 在18,300日買夜期 我們先回顧一下 我立即開一張 我們後台開一開 對 這裡 我們在3月15日 跟大家回顧一下 由我們開始做這個 《財金尖聲術》 由這個電話Live開始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 由3月15日提供給大家18,300日 一路升 4,000日 大家記得 講一講近一點 遠一點就沒有了 因為3月15日至4月中 都是回顧到21,000至22,000 去到4月22日 大概三個禮拜左右 三、四個禮拜前 我們預計星期五大跌600 後來每一次每一集 都提供到一些 每一天是跌還是升給大家 當然不可以少得 我們4月29日說明 3、4日就買牛 星期五大升1000 當時大家都知道 在一片唱淡聲中 突然升1000點 非常準確 當然也不少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如果大家聽到我 在電話說的聲音 好像很差 不要緊 但都知道一件事 師傅評論了 33,000握道指 大升1000點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FOMC的結果一出 就先夾你上去 因為每個人都看淡 尤其是香港KOL 和財經演員說一定要跌 港仔股評 一定港仔股評 再度被夾 慘探收場 亦是來到這個 星期三、四、五 我在電話說了給大家聽 我對港股沒有信心 你明白嗎 為什麼會沒有信心 我們知道原來升不得多久 星期五一夾 21300我會上去打 21400也打不到 星期五就大跌收場 又回到19,000多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這個 測試法和財經占息術混合之後 完全非常厲害 每個星期就算你沒有參加我們群組 都知道哪一日升哪一日跌 就不用靠估計 還有我們就說說 旗捐也很厲害 兩面殺 在這個5月6日 應該是正式來說 FOMC的會議一出 大殺一千 所以FOMC是一個 傳承觸目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裡也寫了 準確預示12日牛熊全勝 如果跟貼的朋友是很爽的 因為他大概預測到 或者是心中有數 知道什麼時候反手 什麼時候不要動 所以BC寫下了 4月22日 用恆紅跌到27 跌到一個星期 4月27日我們做反手 這個大家都記得 這是星期三、四 師傅問我 我猜他大升 又升了三天 上星期回來假期 大家選擇得簡單 一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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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都中了 如果跟隨我們這三個星期 就嫁如所有牛熊 4月1日至今 我叫大家用期權 也一定贏 今天也一定贏 因為今天最低落到19.9點 如果用期權就成功了 期權可否多說些 因為我們有些聽眾 未必很了解 可否輕輕再說多 應該怎樣做最好呢 期權 期權應該是 我們給一個位置 留在群組裡面 沒錯 兩面走 但一到我們到價 就會避免所有 有雙倍的期權金 沒錯 4月份是相當厲害的 簡單來說 就是避開了 即使那種 搓來搓去 兩邊都有一個準備 用期權避開了風險位 沒錯 沒錯 其實到了現今階段 如果我們看圖畫上 是難搞的 因為現在指數 走到這些位置 上去上不到 但穿的話 它又不是馬上穿 給你看 它會陰一點 陰一點 很多不只朋友 因為這就是香港文化 是嗎 每天都要考慮牛熊 其實可以用期權 有時候有個股可以炒 有時候我們提醒 上星期三四五 我跟大家說 炒美股 對香港沒有信心 就是這個原因 再說完 FM1C會跟它上升 但星期五就大跌了 所以留意一下 我們就是短線贏了 那一千點當然是獲利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節目 非常準確 亦都不是馬後炮 是之前說明是大升 在群組那裡 早一晚 BC已經說定了 即是說 我明天預料要怎樣怎樣 即是有些看法 不是建議它去投資 其實是一些穩陣的方法 沒錯 我們說這個 下星期還是說Michael Jackson 我們說說Michael Jackson 為他去澄清一下 好 你先說一下 這個原因 最近很熱説李家超 這個英文 這群香港的無數人 就說人家不適合文法 師傅你是即時傳譯的 你是專家 我曾經有段時間 做了一些翻譯的工作 其實 We and Us沒有錯文法 沒有對錯之分 沒有錯 即是You and Me 但大家不認識這件事 我猜李家超 即是我舊巢 六啤半的歌迷 這首歌曲 其實Bang 這首We and Us 有歌詞 我們只聽英文歌 不會多囉嗦 留意一下 我們早年已經認識這些歌詞 一聽就知道 你先讀來聽聽 因為我們不敢播 怕後台同事說 怕會立刻 一個應該沒問題 你先說來聽聽 我經常說 I am Me Now is Us Now is We 我以前說 就是顧我自己 後任特首就想說 Now is Us Now is We 我要顧全部人 這麼偉大 這首歌詞是Don Black寫的 Don Black 大家認識是Diamonds Are Forever 詹姆士邦電影 Original Soundcheck 是Vitalik 但很多港仔 就因為太過油煎旺 膚淺 不是膚淺 還沒去過巴塞羅那 以為旺角花去很厲害 你笑人家 不是笑人家 是有兩個世界 花去都很優秀 但優秀還優秀 始終不是一個面向世界 我們現在有無線演員很優秀 但Magicue是為了一個 成功打入荷里活 已經完全擺脫了香港的味道 是世界級的明星 這就是世界級斯朗那道 就是這樣 你怎麼厲害 你也是來耀查 就是在無線 越南人不會認識你 非洲人當然不會認識你 這不是面向世界 所以我為後任特首澄清 他的意思就是 We and Us 他想提出大家一條船 他意思是 大家不要用什麼文化 那有些人想一條船怎麼辦 這就是個人意願 加昭卿希望大家一條船 都是特首的 但是 要糾正這群港仔KOL的 一世遊占旺 半世銅鑼灣的思維 麻煩你聽聽歌 有空找陳小寶 找蘇絲旺 或者我以前老闆余小姐 教你 聽聽國際文化 不要經常有紅館 我們擔心 因為我們擔心製作文化 不敢隨便播放 所以如果有聽眾想知道這首歌是怎樣 打Michael Jackson 然後打Ben 其實這首歌是來自電影插曲的 你知道嗎 他講了老雪 和男主角的關係 是嗎 就是《Make a Deal》 就是《Make a Deal》 於是 講了兩句相傳 是一首非常厲害的歌 Michael Jackson是第二首歌 很小的時候 好像十二歲 我們知道這首歌 很小的時候已經聽到 我一聽就知道他會用這個 即是電影插曲 我們從小聽英文歌 不是聽容小姐 或者陳先生 你很幸福 小時候沒有英文歌聽 我要多謝陳小寶 因為他這個 渣華斎 有很多黑膠唱節 Tina Turner Mannister Manchester 為什麼他這麼多 因為他專門聽英文歌 以前有個優良傳統的廣台 也有 譬如鄧衛斯去播放廣東歌 商業二台六批本 更加不會播放廣東歌 這是一個有型的表現 但是時而世易 各有標準 如果你不去看其他東西 你就不明白 很狹窄 對 其實司長根本是六批本的歌迷 1970幾年 當他正當《七人》的時候 對的 可能他是麥天倫的歌迷 梁安琦也經常播放這首 是下午年青人時間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當年的香港 如果你對香港認識 就應該知道這首歌 經常都在標榜流行榜 好像佔在十圍之內 十圍之內 很熱 那下週怎麼辦 下週呢 我覺得比較簡單 我給大家幾個位置 好 我猜明天會彈一彈 然後夾上去 不是夾 彈一彈 真的彈嗎 彈一彈 彈一彈 他就會頂住你的胸口 就是彈一彈 然後星期四、五 四月四我又覺得會跌一跌 星期五又用期權 大家 走到下個星期 但我猜星期五可能會大 可能會跌 但在現在市場指標是向上 但留意一下市場太波動 而且你會發現人民幣 以及港元匯率問題 比較弱 所以我們用回我們的座標法 就無往而不利 今天的低位是19,064 中間位是19,700 即是今晚破不了 現在還在磨 為什麼 當然不會破給你 即是可以再搓你 先讓你買多一點蛋倉 所以大家一定 我再重申一次 四月五月份 都是用期權最佳 整天都贏 你都看到 一到價一斬 一千點搞定 如果你猜牛行 雖然我們這麼優秀 連中十二人 但有些時候 都會比較難脹抹 如果你是上班的朋友 就更加危險 今天就跌到19,000點 但下午就回到19,600 如果你有期權完美 今早吃了蛋倉 下午就收到另一邊的期權金 兩邊都贏了 所以大家多研究一下 參加我們群組 你遲些也要教一下 我們的朋友 大家分享 這也是另一個文化話 知道嗎 師傅 那些廣州好像叫自己做阿sir 即是Asir Bsir 他企圖製造一個階級觀念 一個領袖級 給你優勝 才做阿sir 我們就沒有 不需要這樣 我們完全是share 大家圍在一起玩 這些就是傳統講英文化 遺留了來Bs 是嗎 我覺得主席會洗清這些 OK OK 好了 阿Bs剛剛表演完 即是他的看法 或是他多年在市場上的經驗 但接下來星期三有很多馬迷 都在看 有什麼推薦 所以根據這個 你那個就是五天測試法 我這個就是五行的 娛樂方法 大家千萬不要拼命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 買五百多元 中了三千多元 另一個賽馬日 一夜都輸了 像你所說 就不能突然進去 其實這裏九場裏 你不要玩了九場 專選一些有心水的做法 第八場呢 因為他行的時辰 就行水木的時辰 所以選擇十一 桃花盛 這個可以看一看 因為我不太熟悉 有些情況就是檔位很重要 我不看這一樣 是嗎 你跟我一樣 太細時間了 因為有些人說 好計檔位 夾住了 又爆不到出來 想到頭都大 這個是無限的 是呀 沒有錯 又計上灑水 又計上風向 就是不用回家 結果他也是輸的 這個就是個笑話 如果你不懂馬 你突然馬又中了 所以根本 香港又有一個文化 是怎樣 譬如有人問我 你懂得玩 然後我不懂的 其實我發現 馬平家 J2台有幾個 鼓親都會輸的 很難做得到 每一次都會輸的 很高難度 很高難度 但是他怎樣 他說你懂的 其實懂和不懂是沒有關係 根本是沒有懂和不懂 因為有一個誤導 懂也未必贏 不懂也未必輸 那懂得做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很傻 沒有懂不懂 只有贏輸 對啦 先放鬆一點點 不用追到所有數據 集中住 除非你是整個賽馬群組裡 最最上級的1% 可能你什麼數據都要拿下來 但是以五行來計 用一個娛樂的心態 因為桃花城屬木 以及一就是水 孖一就是屬水 所以這個要留意 萬一你用這個做膽 或者追獨贏 可以考慮 另外一個 就是第七場 都是行水木時辰 有時候有些名字 我估計會經過高人教路 所以這個三號 天人合一 這個人又屬於木 三也是木 所以這個要留意 唯獨 我有個朋友說 有時候那些 列馬斯那些 都要考慮得好一點點 可能他們中間有一些策略 他是不是很想贏還是輸 我們不知道 或者他無心去插樓 誰知道這樣又成功了 香港有這個問題 他們說這隻馬想降班 如果這隻馬想降班 就是想輸 如果你在香港馬會 不能夠確定 你參加賽事馬匹 是盡力真勝 那你就不如收檔馬 真的 因為這是你的責任 如果那些馬 每個都想降班 只有一隻上班 每個都輸 這個都挺笑話 如果那些馬評價 就不方便說 就是特地輸 那你報名來做什麼 就是為了騙大家買些 然後他就輸了 所以這幾笑話 這個很反智 希望可以避開 所以很反智 我不是說3號 不過萬一有一些 其他場面出現 大家要小心 再來一個 就是這個 第五場 這個也是3號 龍東全盛 這個也是行木的時候 所以這個都要看一看 你留意 那個聶馬斯的名字 丁 丁屬於火 走到火的時候 那個木就很大關係 因為木生火 所以 還有我留意了 都很一段時間 就是 丁冠豪聶馬斯 走到 逢是木 火 勉強就是水 他參賽的馬匹 進入頭三名 機會比較明顯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但是 有一個因素 天算地算 始終難以一算 就是萬一那天下很大雨 沒錯 我小時候聽到有個專家說 通常一落大雨 就會爆冷 你覺得是不是 我覺得未必是 即是一時時 所以也很難猜 尤其是星期四五打風 即是很大雨 對 很多變數 我真的不敢猜 所以 主力選擇某幾場去走 就比較好玩 如果長長玩 很容易迷路 有些人 波也是 長長倒也是痛苦 現在我們最佳玩這個奇拳 沒錯 什麼都不用想 我給位置 兩邊買 今次又收錢了 又跌了一千 又升到六百 現在大家都很需要錢 沒錯 包括拜登的金主 或者香港的炒家 例如大家炒了二千點 就不用煩 拜登金主現在搞什麼 拜登金主會幫助他 好像上次升一千點 烏克蘭那次 烏克蘭那次 烏克蘭那次騙你們 星期三會對烏克蘭那次 打打打打 每個人不敢買 就是升一千點 金主也要賺錢 都是 都是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講過幾個一日 有些問的 就是這個1727 很多人說 都是九號子 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那些抗跌力很強 1800也是升的 對嗎 我們說了洪安區概念 主席是7月1日會來 是嗎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玄機 我們也要下個禮拜再講 因為主席來 皇上親臨 會不會真的撞一撞 這個廣故的聲勢 皇上來也難道是廣故故災嗎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段時間 很多人不記得這件事 你先說一次那個號碼 我先寫下 那個號碼 你先說一次 那號碼 1800 我先寫下 還有這個1727 這個我們提供過給很多朋友 你看到241又動過 就是我們第一次提供那幾隻股票 大家都記得 因為大家都是老股民 還有很多太太們都很清楚這些股票 因為我看到有些時間我先說一說 為什麼呢 我就不提議大家 是持有很多股票 因為我上次都說過 不能天長地久 為什麼呢 那也是剛剛 每天都向下 一眼圓又向下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港股 你持有指數股 就將財富蒸發 你寧願讓它升上去 阿里巴巴也是 師傅你知道嗎 現在升到103元 我們開始很厲害 今天又回到原位813元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1727跟著什麼 1800 中交健 還有 沒有啦 這兩隻實力 我們要穩陣波 對啦 不要搓死人 如果你問 哪一天可以拼大一點 就拼星期五 我猜它大升還是大跌呢 我猜它其實可以大跌 大家留意一下 但我用了其拳 反過來 那天怎麼也有波幅呢 有一個大波幅呢 這樣呢 比較簡單 這個莊家 應該是李克強那邊 他很喜歡玩反走勢 這個提示大家 如果不肯定我說的 你就看看星期四收視 如果它是跌你就買升 它是升你就買跌 它今天也是這樣 掉下去萬九里維修檔 又反升 這個是它的性格 所以我們群組裏面有一個 叫做十點三後見真章 即是九點三至十點三 是假的 是假象來的 你以為跌什麼 後來就會升 所以大家說很難玩 其實不是 我在我們五日系統裏面 我上次跟師傅說 你忘記了嗎 他們問我為什麼抓到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有四個御用莊家 當然啦 我們在這裏不能透露 當然啦 因為他到時說不是就糟了 跟我們五日系統裏面顯示 四個人一起買貨 是上次升二十五元 但在兩年來沒有試過 只是分開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五日系統 或者這個占星法 我們看到 是駕馭了很多元素 就不是單一看 是很短線的東西 後來同事可不可以開一開 我們怎樣加入群組 開來看看 因為有些朋友 我知道 很多人想問 因為他有一個不確定性 進入到來 我應該怎麼期待什麼呢 我知道跟Beezy 聊了很久的電話 有個朋友跟你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很多的了 都是香港的思維 我們有一個德國的朋友 對呀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德國女孩子參加我們 物輕情易重 為什麼呢 他專門炒虛擬魚貨幣 你知道我們以前的Beezy 我以前的Beezy 也是不錯的 他們參加了我們 但是我們的技術問題 那張SIM卡 就離開了我的電腦機 對呀 兩張都是 個個都回來了 唯獨這位 在德國女孩子 就是半華僑 記得多加一次這個號碼 對呀 因為個個都認識回來 他就不知為什麼 兩天都還沒回來 我們也要幫他在香港 在香港那邊的情況 我知道他會留意你的節目 是嗎 不需要是呀 怎麼知道我呢 所以德國 德國也有人看 什麼毛尼克 很厲害 大家留意一下 這位朋友記得加回我們 我們 唯失的羔羊 我們這就是五天的測試系統 不需要太擔心些什麼 如果你有什麼疑難 就可以在沒有那麼忙的時間 收市之後 問一下BC 一些心得 還有我們主要是 預測過轉世日 或者升市時間 有機緣的話 就可以WhatsApp這個電話 師傅 最後一個 提一提 我們說過美股 美股今晚又升回了 氣劇法 升一千 跌一千又升回了 所以我們現在用一個新位 我們坐標法 是 今天就升回好像三百幾 三二六幾 我們用33200 33200 33200 看看用一個上渣下股的位 這個美國道指 好嗎 但是這個科 我們說一下觀看 我先說一下 在這個一萬九千點 這裡就不應該 我們是看淡柱 是 因為這個太低了 這個不需要息股票 是 如果太股成買到五萬元一間 你都沒有股票去減價了 即是五萬元還要減價 所以大家就明白這一點 所以我們在今天 我們會在群組我們先看好 就算你說去減價也好 就算下去才算 因為很多言論說 會穿到一萬六千五百 所以我們他們認為會穿 就不穿著 永遠都是這樣 總之你聽聽那群講 仔股評 你寫十個一段 有八個都說升 你就賣跌 有九個說跌 你大樓跌就賣跌 因為十股夠錯 基本上這集的時間 就這麼多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